美国之音报道 在1月13日台湾大选前 中共正扩大对台施压 北京注意到台湾2024大选聚焦 腐败丑闻而不是两岸关系 所以中共可能会认为 如果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至少可以阻止执政的民进党 在立愿获得多数席位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元旦当天宣布辞去中广董事长 不过NCC目前尚未收到 中广的董监事变更申请 时代力量召开记者会揭露 赵绍康夫妇两实际上握有 中广集团超过90%的股份 主席婉婉玉呼吁 要辞就辞真的 直接全面出售相关股权 英国卫报三日刊出专文 介绍台湾前驻美大使 也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文中指出萧美琴期盼说服选民 他能提供应对中共威胁 所需要的全球视野 南华早报撰文指出 台湾官员要求陆籍记者 持短期许可证入境台湾后 仅能观察 不能撰写选举报道 陆委会表示 现行规定为陆籍人士赴台 必须专案申请 遗憾个案当事员不清楚流程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